由于杨茵峰已经离世 不仅道具如何复原 过去一年 云门技术人员根据老照片 展开白蛇传的蛇窝 及藤莲重置计划 要拉弯啊 因为你这样到时候要能拆 所以你要往左右 往左右 对 这边去 对啊 那我说做杉茵的土样是这样子比较像 土样 这里的工具都不一样 工具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你这样看 还是这样看 都会在桌上 这样也夹得了 对 这样 这样 好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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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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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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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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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大火后 白蛇传经过两年多的修养生息 终于在台北板桥过外公演 重新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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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好 好 好 下个月我们在从莫斯科、罗马、巴塞罗纳演出演的一个多月 可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是今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们每一公司希望台下都是自己的观众 大家一起来开心 两千里八年那一场大火 尤其是白蛇传这一出 对你来讲 会不会有格外不同的意义呢 你觉得那场大火对鱼门来讲是重生吗 那场大火很伤 因为 因为我年纪很大了 我年纪很大了 然后不是年轻人他要重来 可是我想这是佛祖给我们的考验 觉得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播一下 所以我想我们一直很正面的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火灾带给云门最大的改变是 我们决定真正的永续 而云门到了今天37年 仍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全职的 这代表说这个地方很难长东西 很难有这样的团体 所以既然有了这个团体 我希望它能够永续 多年来常常想这样的事情 可是已经够忙了 工作已经够多了 那要如何永续 所以从来也不敢去想 那么失了火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选择题 当台北县政府周席委 周县长说你们要不要到淡水 来落甲 淡水有一个文化园区 透过出餐法 再取得了40年的租约 如果做得好的话 还另外有10年 那就是50年 我们希望2013年 最慢2014年 应该可以进驻 完成整个的工程 因为将来 我们就在那边做事 而我们希望它不只是一个云门的 排练的地方 它有一个小剧场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教育中心 我们希望来接待学生 我们给它文化跟舞蹈的课程 我想我们还会定期的来办 让年轻艺术家汇聚在一起的工作坊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个地方我希望将来是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可不可以 因为有这些工作 有这个地方能够永续 云门舞集 一路走来 走过坎坷艰难 也一步步舞出自己的未来 林怀民不忘父母恩 出生书香世家 父亲是台湾首任嘉义县长林金生 父母却不会左右 林怀民的舞蹈梦 每次去国外公演的时候 总是会带着父母的照片 一起跟您出国 可是其实家庭在当初 其实并没有支持您走这一行 对不对 家里从来没有说跳舞是不好的事 他们只是会担心 担心说跳舞这个小孩将来是没有饭吃 除此之外 他们对我做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到最后简直是钦佩 但是同时仍然担心 我想父母亲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天我母亲叫我说今天回来 所以她没有说什么事 她说你坐下 倒一杯茶给我 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讲 可是今天是我们家很重大的日子 我们家二十多年来都有债务 那我跟你爸爸债 昨天把这个债务清了 从此以后我们家里没有债务 就是我是长子 可是她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 没有要我去分担反载 甚至没有让我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他们支持我的方法 所以 是的他们用他们的方法 非常大力的来支持 爸爸也曾经用您推过轮椅来看过工业吗 对不对 对他们关心的 非常关心的 我的父亲到了 晚年的时候 他会给人介绍说她是零怀命的爸爸 那一个父亲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他是骄傲的 2010年 云门户外公演的最后一幕 是台下观众 也上台随花起舞 有玩花伴的小孩 有玩花伴的小孩 爱秀的青年 打太极的富人 还有翻滚的少年 解放的上班族 跳舞 跳舞是和自己的身体对话 也适合别人起共鸣 在曲中人散之后 他应该去跳 找个好的老师就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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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